今天是2020的第一个交易日啊 也是2号是周四啊 安迪呢上来做一个这个review啊 review因为今天呢 多头继续着他的这种 牛逼的态势啊 往上剑拔弩张啊 往上炮轰空头的态势啊 虽然今天有一点那个外围啊 中国好像是降准了啊 所以今天旁边的中资概念股呢 走得比较强啊 很多东西拔地而起啊 放量啊 抱长阳 无非呢 给这个盘面啊 本来就吃着药的美国啊 更强了 大家看一下Apple啊 打不出来了 它这个啊 起来以后 跳空啊高开出来一根很像样的阳线啊 这一根阳线我感觉是很多的这个空头可能会在今天啊 2020年的头一天啊 停止他们对空头的想法啊 我这个video想上来说一点记录安迪自己的心情啊 还有回顾一下啊 其实安迪呢 早之前啊 三个月之前啊 这一quarter啊 我基本上错过行情啊 不能说是基本上错过行情 就是从11月4号这一根翻多阳线开始啊 基本上11月12月啊 这两个月啊 我基本上都是 可以说是不停的买入加大做空的筹码啊 中间有过管理啊 但是到今天这一根阳线出来之后呢 安迪认为呢 整体的这个交易的策略啊 从交易的角度上来说啊 安迪呢 是失败的啊 为什么呢 当初因为我在27000这一点啊 来说 往上3000点啊 270003000点要到3万啊 然后往下呢 是27000减3000是24000啊 基本就是这么一种的小喇叭口的形态啊 当然在这个地方呢 安迪呢 是对赌呢 是他应该是往下走啊 他应该是往下走 可是呢 这市场呢 非我所怨啊 也非我所急啊 他呢 就是展开了跟我啊 截然相反的方向啊 他现在是向上走的 这样呢 让我的那个 应该是判断的失误啊 其实在市场里呢 安迪想说呢 判断总会失误啊 如果判断正确的 其实也是属于极小概率事件啊 所以呢 有的时候判断呢 都是应该从一些呢 相对来说较长的周期来看啊 像安迪呢 做这个往下沽空的这件事情呢 就是以这个投资的角度来说啊 投资的角度呢 是多长呢 就是可以用一升去沽空它啊 所以呢 在这里只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资金管理啊 到位不到位 其实走到今天为止呢 很多 以前听过安迪 video的朋友们啊 可能我认为现在的空头呢 不多了 现在的空头不多 并且呢 大家应该是 不敢做空了 因为他在这反复几次啊 我认为他这种放量的 就说是沾火就着的这种 多头的这暴脾气 现在啊 虽然他面积不是特别大啊 但是他这个还是有其代表性啊 其实安迪呢 在这两天的这个盘面操作上呢 也简单的 进场博弈了一下多头 给我的感觉呢 多头并不是一股脑的 这个量价配合的往上走啊 个股呢 分化呢 也是极为严重啊 很多横盘的股票呢 很难 很难走出放量上涨的行情啊 或许呢 这就是阻力啊 和大家走了一个所谓的背离啊 上个video我讲过高位顿化啊 这也是一种背离 就是说 大家可能现在越买的股票呢 它越不涨啊 可能大家越不买的股票 比如像apple啊 它越涨啊 大家可能现在我知道 很多人在买一些品种啊 基本上都是属于那种二档调整啊 归于结束啊 就类似于呢 什么呢 就是说是涨上来一波往下走 在这块调整啊 但是它没有启动啊 大家可能都想再往上走一波 但是这种品种呢 现在看啊 不是太理想 我只能说啊 你像没有这个NASDA这种啊 NASDA无疑呢 就像是啊 就像今天的 我这有几只啊 这有一只股票 你像这像这个team啊 那这一只股票呢 它就属于这种啊 你看上来之后呢 下来 下来之后呢 它在这整理啊 整理呢 它也没有放量走 可能或许今天你看这个短期K线走势 好像还不错 但是你想追不追呢 嗯 其实我今天在盘中呢 还是追了一下此类的股票啊 但是效果不太理想啊 我想说一下 Navidia也是啊 Navidia就是相对来说上来点了啊 咱们还是不看个股 因为个股呢 弄弄的就又有点那个 好像是当老师那种感觉啊 咱们还是回来盘面啊 继续的记录一下啊 Andy的心情啊 Andy的心情呢 今天就像喝这个美国的威士忌啊 喝威士忌啊 嗯 给我感觉的挺爽啊 挺爽 嗯 短期来看呢 就说是这个 从技术上来看啊 现在的确这个多头没有天花板啊 多头也没有这个止跌的这个回踩的这些信号啊 一股脑子往上走啊 我就说啊 嗯 所以今天呢 应该是2020的头一天啊 应该是多头啊 非常兴奋的这么一天啊 Andy手中的品种呢 其实今天呢 又是大幅的被嘎空啊 大幅的被嘎空 因为Andy呢 始终在27000这一代呢 选择的都是市场很强很强的品种啊 很强很强的什么品种 是多头的品种啊 直到现在啊 很多都涨了超过40%了 应该是啊 就是从我刚开始建仓到现在 如果不算我中间的管理啊 就是很多啊 都已经超过40%的涨幅了啊 这已经达到了我呃 那时候就说是建仓这一波的这个极限了啊 我说如果他在往上涨一万点啊 个股涨幅超过40% 你会怎么做 其实那个方案我是有啊 但是到今天为止啊 我只能锁仓了啊 被动的锁仓了 嗯 这就是我今天上来啊 想跟大家说我自己的感受啊 我感受呢 嗯 这个美股呢 这种 这种就说是疯狂的这种节奏啊 或者态势啊 嗯 没有这种眼气息鼓的形态啊 但是呢 我从短期有很多数据啊 嗯 告诉我啊 短期啊 会很积极乐观啊 对于空头来说 嗯 可是呢 我做这个视频啊 始终受到很多人的关注啊 嗯 所以我不想呢 再继续的啊 预测或者是说出我数据背后的一些逻辑了 嗯 因为现在如果我 嗯 始终会有一些短期的数据 让我在盘中的一些操作 如果我拿出来 记录在YouTube上啊 很多人会认为 哎呀 这人总在说嗯 什么顶啊 或者是怎么回事 但是天天也在创新高啊 或者这就给人感觉一种啊 这人是不是就是置气啊 或者是怎么回事啊 嗯 所以现在呢 我认为呢 现在的这个市场走势啊 走到今天为止啊 安迪只能啊 就说记录一下自己的心情了啊 记录一下自己的心情 已经没有能力来这个说出自己心中想说的话了 因为是什么呢 因为可能他这个不理解的人嘛 永远不理解啊 就说是理解的人呢 可能交易欠缺点啊 或许在这儿呢 还会吃亏 所以这个呢 就是安迪我今天啊 想感受的一些东西啊 然后今天的心情呢 其实有一点重啊 因为我认为我始终啊 会管理下去这部分资金的啊 没有想到在2020年的头一天啊 嗯 其实我认为他之后呢 会出现这种啊 前期的这种 又说 一说又被人喷 前期的这种啊 下跌 其实现在的这个小 特别像这块 我认为 但是呢 我现在呢 嗯 就不能说了 因为是什么呢 因为你好像错过很多次了 是吧啊 你比如在这块 你也错过 我我也错过 这块这块 很多次啊 很多次 嗯 所以再说出来呢 或许就成了一个 呃 成了一个笑话了啊 嗯 不管是笑话也好啊 还是喜剧啊 本来就是向上演员 在美国市场的自我修行啊 都没所谓 嗯 但是我想 嗯 记录现在此时此刻的心情啊 其实安迪现在也放弃了啊 嗯 我想今天是我的一个重点的内容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市场在这样发疯的往上涨啊 其实空头呢 是没有办法进行管理的啊 在没有办法进行资产管理的时候啊 嗯 建仓就是就说是你沽空它就是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的啊 我这句话怎么理解呢 你必须得要你看我现在画的这几个小方块 你包括这块 你必须得要有这种震荡啊 来来回回的走势啊 这样呢 才会 嗯 才会有这种管理的意义和目的啊 这部分资金就放离了啊 这部分资金就放离了啊 就像是什么意思呢 就像是 嗯 交首付了 或者是这资金就就就就瞎了啊 就放离了 放离了呢 就等于说那时候再看缘分吧啊 什么时候这部分钱能变活了啊 再能动魂动魂 嗯 都不好说了啊 都不好说了 所以今天呢 我上来也是记录一下自己啊 市场单边的往上走给空头的这个压力是非常大的啊 在这呢 安迪呢 也是始终呢 是感觉到这个盘面给我的压力啊 直到今天为止呢 安迪呢 不准备再管理我的这个资金了啊 我不准备再管理了 因为是什么呢 因为如果他真是很强啊 在赶顶形成那么一步顶步的时候啊 我那时候可能就需要的是右侧啊 我今天说一下啊 要右侧了 其实上个节目安迪在这个地方已经说了啊 我的这个开仓已经到位了啊 基本就这意思了啊 但是他今天往上走呢 我又加了点空单啊 在这个地方 就想因为手里有钱 他总想 他总想做这个事情啊 但是今天我先来要告诉自己啊 这以前的都过去了啊 都不算了啊 之后我需要把这个字啊 把这个字啊 把这个右字啊 要要要要放在手手要啊 就说我以后的管理啊 要基于右侧的管理了啊 我不会再进行左侧的管理了 这是一个本质性的区别啊 因为右侧的管理 因为右侧的管理未必会出现这种K线组合的形态啊 如果出现了呃 没有出现这部分K线组合的形态啊 他如果像我的这个叫 这叫粉色PINK 这个箭头往上走啊 那我就会把这部分资金啊 长远的就是放在美国的市场里啊 留下我这空头的啊 一把匕首啊 一把匕首啊 尖刀牌啊 尖刀牌的这个牌长的匕首啊 现在就已经插带了这个 基本上也就是快到两万九了吧 啊 跟我说的那个三万那就已经很接近了啊 这已经是啊 所以我感觉这都是最后一口气吧啊 嗯 基本上呢 Andy呢 在这呢 也用三个字总结一下 今天啊 就是半条命啊 好 See you next on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